OK 你们看到吗 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Virtual Question了 这个是哪里 这是我们的学校对不对 我们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学校了 所以我们要进来我们课室之前 要怎样我们要敲敲门对不对 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我们要进课室了 所以我们已经敲门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进去了 老师早安 你看到吗小金跟小姐很有礼貌 每次一进来就直接跟老师讲 老师早安 所以呢小朋友们我们一起讲 我们一起讲一次啊 一二三 老师早安 OK 所以呢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课室规则 看小金跟小姐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 课学题 简实报道 画像校服 整齐观众 背考桌椅 做知正确 我会平衡 安全处理 专心上课 快乐学习 您要注意of the online learning wear the school uniform neat and tidy get ready, able and care, sit up straight,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the screen, study happily, and concentrate on the class. OK,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听完课式规则了,我们的小朋友都有遵守这个课式规则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讲,所以我们最重要是专心上课 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课了 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我们的华文的Module 2 Level 3的这一本华文课本 然后一起打开我们的课本第13页 单元3 打开了吗 可以我们一起打开啊,打开了之后呢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课本变来我的电脑这边了 所以你们跟着一起读啊 所以在这边课文这里我们有看见有谁 有两个小朋友对不对 有谁呢 有我们的小杰跟小金 有我们的小杰跟小金 然后呢 这个小金跟小杰呢 他们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小金手上呢拿着巧克力有没有 小金手上拿着巧克力 而小杰的手上呢拿着这个orange 拿着这个橙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课呢就是在讲味道啊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读课文 你们的手指可以一起指字啊 那么跟着我一起读啊 可以教顾就是在有什么买家 那些小杰呢拿着不涵 所以我们先读啊 其次我们的手指一个小杰呢拿着快 有这个意思 是什么小杰呢拿着快 开心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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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吃了 像是吃了 一块巧克力 一块巧克力 甜甜的 甜甜的 伤心是什么 伤心是什么 味道 伤心像是 咬了一口成 咬了一口成 酸酸的 酸酸的 他讲开心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像这个姐姐这样子 像这个小金对不对 开心是很开心的 你看他跳了起来 开心的味道呢 他讲像是吃了一个巧克力 巧克力是什么味道的 巧克力是甜甜的 喜欢吃甜甜的吗 以来叫喜欢吃吗 喜欢吃甜甜的吗 喜欢吗 他讲的巧克力就像这个甜甜的 这个开心呢 就像这个甜甜的巧克力一样啊 你看小金的手上呢 也是拿着这个甜甜的巧克力有没有 你看很开心哦 手上拿着这个巧克力 然后呢还拿着这个巧克力对不对 他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就像这样吃这个甜甜的东西 这样让他非常非常的开心 接着呢 这个小姐姐就怎样 他不开心对不对 像这个小男他一样 他不开心 你看他在哭吗 嗯 就是伤心 他很伤心 伤心呢 他就讲呢 像一口咬了一口 尘 就是这个orange啊 酸酸的 酸酸的啊 他讲很酸很酸的 所以呢 他在这里 他比喻呢 开心呢 就是很像一个甜甜的东西啊 非常的美味的 甜甜的 像糖果这样子的 然后呢 伤心呢 就是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的啊 就很像你吃了苦苦又酸酸的东西 这样子很不开心的 很像这样你笑哦 你都笑不出来的啊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他就有讲到 开心跟伤心 所以呢 谁开心在这边 在这边谁开心 以来这样你可以跟我讲 在这个课文这边谁开心呢 谁开心 讲小经 小经 小经 小经啊 小经是姐姐 是妹妹对不对 妹妹很开心哦 这样子 以昂以昂 你可以跟我讲谁不开心吗 以昂你跟我讲谁不开心啊 是这个小杰不开心还是小经 小姐 对了 小杰吃什么东西 他不开心 你看他吃到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红 橙色的 这是什么来的 他吃到Oren不开心哦 他很伤心 很sat对不对 你看他在哭 他很伤心 所以呢 在这里有开心的小经 还有伤心的小结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打开第十四页啊 你们打开你们的第十四页 然后呢你们先看我的荧幕啊 在这边呢有五个味道啊 有五个味道 第一个呢是什么 酸酸酸的 酸酸的 柠檬 柠檬是酸酸的对不对 柠檬是酸酸的 酸酸的柠檬 有吃过柠檬吗 所以有吃过柠檬 有喝过 lemon juice吗 谁有 谁有举手给我看 有喝过lemon juice吗 酸酸的lemon juice 有喝过吗 你们有吃过这个味道吗 在学校的时候 以后你有吃过这个味道的 酸酸的 那时候早上的时候呢 老师有给你吃过的啊 这个酸酸的柠檬 还有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甜甜的糖果 甜甜的糖果啊 甜甜的 以后喜欢甜甜的糖果吗 甜甜的糖果啊 还有呢 苦苦的药 这个药好吃吗 不好吃对不对 每次我们生病要吃的 苦苦的药 不好吃的 接着呢 这个是什么 辣椒 辣辣的 很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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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个你吃了哦 就好像那个dinosaur 会碰那个我了 这样子辣辣的 接着呢 这个出来是什么 咸咸的 你们每次吃薯条的时候 上面是不是有放那个盐 那个就是咸咸的啊 咸咸的盐 所以呢 在我们的舌头这边呢 有尝到的就有这五个味道啊 第一个呢 在我们的舌尖这边呢 就是甜甜的 甜甜的啊 然后在我们的舌尖的旁边呢 就会尝到酸酸的味道 酸酸的 在酸酸的后面呢 我们就会尝到这个咸咸的味道 咸咸的啊 然后呢 到我们的喉咙 这个呢 我们每次吃药的时候 喉咙是不是苦苦的 OK 就是因为呢 我们吃了那个甜味呢 它进入到我们的喉咙哦 喉咙那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每次会吃到的 苦苦的味道呢 都是在这一边的啊 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吃苦苦的 因为呢 它会残留在我们的喉咙这边啊 它会残留在我们的喉咙那边 接着呢 当我们吃到辣辣的舌头呢 我们的整个舌头呢 都是辣辣的 很像那个dinosaur会喷我了 所以呢 辣辣呢 是整个舌头的啊 所以在这边有五个味道 第一个呢 就是酸 酸 第二个就是甜 甜 第三呢 苦 苦 第四呢 辣 辣 第五呢 就是咸 咸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你们的课本了 打开你们的课本 第十四页 打开你们的课本 第十四页 所以呢 在这边有谁 谁可以跟我讲 在这个课文里面有谁 你们看这里有谁 谁可以跟我讲 谁可以举手跟我讲 有什么小朋友在里面 ok我们呢 以来家以来家跟我讲 以来家 你看你的妹啊 以来家 以来家 以来家你在玩什么 ok没有关系啊 等一下我们再请我们的以来家 我们的以恒以恒你可以跟我讲 这里有谁 以恒 小金小姐 这里有谁 小金小姐 有谁 有谁在里面 小金小金 小金小金 以恒可以跟我讲吗 等一下我开baby shark 给你看我们快快上完课 我们可以快快看baby shark 看baby shark吗 要哦 要我们就要找到问题 这个是谁 小金小姐 老师再给你猩猩 哦 惨了 我想不可以给猩猩 怎么办 嗯 刚才讲 小金小姐 ok没有关系啊 等一下我们再回答 ok这里呢 就有我们的小金 小金跟小姐 小金跟小姐 小金的脸看起来怎样 很开心很开心对不对 很开心很开心 是他吃了orange还是巧克力 他吃了orange还是巧克力 他吃了巧克力对不对 因为呢 他很开心 他所以呢 他在吃巧克力 巧克力啊 所以呢 小金呢 他吃到巧克力呢 他就说呢 哇 开心的味道呢 就很像这个巧克力一样 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吃 甜甜的 然后呢 小金就跳出来 坐坐坐 你说你很开心 但是我不开心 我吃到的味道呢 是酸酸的 为什么我吃到的是酸酸的呢 因为呢 我不开心 因为今天我不乖 所以呢 我不开心 所以我吃的东西呢 就很像这个orange的 酸酸的 酸酸的 他觉得orange不好吃酸酸的 所以他不开心 所以呢 我们的小金怎样 很开心很开心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小杰就很伤心很伤心 因为呢 他们两个怎样 一个被成长 一个被骂了 所以呢 不开心呀 小杰就不开心咯 然后呢 小金就讲了开心的心情呢 就很像在吃巧克力一样 然后呢 而小杰比喻呢 这个橙呢 就像这个我们很伤心的时候呢 所吃的味道 所以呢 这里就是小金跟小杰呢 他想要跟大家讲呢 开心就像巧克力一样的味道 甜甜的 上心呢 就很像这个orange酸酸的 不好吃的啊 接下来呢 就打开我们的课本的第15页 ok 现在呢 就来到我们的第15页了 对不对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小金 对不对 小金呢 他怎样 小金说呢 今天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我的老师奖励了我一块巧克力 奖励了我一块巧克力 所以呢 当我吃了过后呢 感觉非常的开心 开心呢 就很像在吃巧克力的味道一样 甜甜的 甜甜的啊 所以呢 小金呢 今天他很乖啊 所以呢 他的老师呢 就奖励了他一块巧克力啊 当他吃了这个巧克力过后呢 他笑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他感觉到呢 这个开心呢 就很像这个巧克力一样 甜甜的啊 接着呢 小杰呢 今天呢 他去读书的时候呢 他忘了带书本 结果呢 老师就很生气的回答 问他说 小杰 你今天怎么忘了带书本 小杰就说 老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小杰呢 因为呢 给妈妈骂了 他还是的不开心 所以呢 他感觉到呢 他的心情呢 就像这个酸酸的橙一样 像这个酸酸的橙一样 不好吃 不好吃 你看到吗 脸呦呦的 不开心的 他觉得吃了 咦 不好吃 嗯 他觉得呢 真的很不好吃 很不好吃 所以呢 他不开心 所以呢 我们有开心的小杰 还有 伤心的小杰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打开第16页 我们要听故事了 叹叹叹叹 叹叹叹 OK 我们一起打开第16页 我们一起听故事了 OK 看图说故事 你们看到这里有谁吗 这里有小熊 对不对 小熊 所以呢 这个故事呢 就是小熊请客 小熊请客 这一天呢 是小熊的生日 OK 这一天呢 是小熊的生日 所以呢 我们一起唱神字歌给他听 好不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小熊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小熊 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以呢 今天是小熊的生日 所以呢 小熊呢 就怎样呢 他邀请了大家来祂的家 首先呢 他邀请的有谁 有小兔子 咔咔咔 小熊 小熊在吗 小熊小熊 在吗 我邀请你 小熊就说呢 在呀在呀小兔子你来了 快坐快坐 接着呢到谁来他的家了 喵 原来呢 是小猫来他的家了 是小猫来他的家了 小熊小熊在吗 我来参加你的生日派对了 接着呢来到谁呢 小熊小熊在家吗 小熊说呢我在家呀 然后呢他就说生日快乐 我也来参加你的生日派对了 接着呢到了谁来他的家 喵 小熊弟弟你在家吗 小熊弟弟你在家吗 在呀在呀 三娘姑姑你好 三娘姑姑你好 接着呢 小熊小熊在家吗 在呀在呀在呀 哇原来呢是小慧狗来到他的家了 所以呢这些小动物呢 纷纷的来参加了小熊的生日派对 所以呢小熊呢就来出了 招待他们的食物拿了出来 所以呢他想问一下 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到底喜欢吃什么呢 首先呢 小兔子喜欢吃的是什么 他想请以恒小朋友 以恒小朋友 请问你知不知道小兔子爱吃什么 以恒小朋友 请问你可以开你的麦克服告诉我们 我们的小兔子喜欢吃什么东西 小兔子喜欢吃什么 老婆 有哪些星星吗 一颗都没有 老婆 你可以跟我讲吗 你很累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一起看啊 你看小熊的手上拿着什么 拔萝卜 拔萝卜 嘿哟嘿哟 拔不懂 嘿哟嘿哟 拔不懂 小朋友 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所以呢 萝卜是谁的最爱 是Rabbit还是猫猫的 以恒 是Rabbit喜欢吃的还是猫猫喜欢吃的以恒 是小兔子喜欢吃萝卜还是小猫喜欢吃萝卜 没有 是小兔子吗 以后是小兔子的话你就点头给我看是小兔子吗 是小兔子吗 是吗 是还是不是 是是哈 接着呢 他就问 K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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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呢 你来叫小朋友 红狠小朋友 我们的猫猫喜欢吃什么 他喜欢吃什么 鱼 Fish 是Fish吗 是Fish吗 是你就点头不是摇头 是吗 没吗 他吃什么 是Fish吗 Fish 是吗 是吗 直接讲鱼 讲鱼 谁 鱼 讲鱼 讲鱼 你会吗 你会吗 OK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的小朋友 很像都很不开心 是因为人人够二位嘛 每个人都很像很不开心 是不是因为下雨天很好睡 可是你们要走走起来参课 所以累累啊 要讲鱼 鱼 鱼 谢谢阿弟 谢谢你啊 鱼来家 OK 我们的小猫喜欢吃鱼啊 接着呢 这个小吉他喜欢吃的是什么 是小虫 是小虫 会爬的小小字的虫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妹 妹 小三娘喜欢吃什么 Aster 你可以跟我讲吗 Aster 小三娘喜欢吃什么 草 草哈 这样子 狗狗呢 你可以跟我讲 狗狗喜欢吃什么 骨头 骨头 哇 谢谢 谢谢Aster啊 所以呢 这个小熊呢 非常的开心 他就讲了 谢谢小朋友们 因为呢 你们呢 让我知道了 这些小动物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小熊呢 他叫我给你们讲 谢谢小朋友 你们都很棒 是你们让我知道呢 我的客人呢 喜欢吃什么 让我的客人呢 也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他们也跟我唱了很好听的生日歌 所以呢 现在他讲呢 他叫我给你们这群小朋友呢 讲 谢谢 所以呢 我们的故事听完了 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十七耶 卡开你们的课本第十七耶 你们可以帮我找一找吗 这个课文里面有几个orange 当你们找到一个 你们就帮我circle起来可以吗 帮我找orange啊 找好了呢 你们就帮我在这里写上答案 OK 我们一起找啊 这里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这里有几个 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呢 你们在这里帮我写上六啊 这里帮我写上六 ok 写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打开后面那页啊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经意图了啊 好了吗 好了 我们一起打开我们后面那页 看我们的经意图 接着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意图啊 经意图呢 我们要从红色的线开始看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老师的这个线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它跑掉了 所以呢 我要跟它移一下啊 我看它换一下啊 你们等我一下下啊 我跟它移过去啊 这样子呢 等一下你们看的时候呢 还会对的啊 所以呢 经意图呢 我们要从什么颜色开始看 我们要从红色开始看啊 要红成黄绿蓝变质啊 要从红色的线开始看啊 这个呢 就是味道 味道啊 对 我们上个主题呢 就是味道 这个红色的线呢 就是味道的味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一尝到酸甜苦辣 咸五个味道 对不对 酸甜苦辣 咸对不对 有五个味道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味道的味 我们要用哪里吃味道呢 用我们的舌头 对不对 用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汤 就是这个 可以吐你们的舌头给我看吗 可以给我看你们的舌头吗 可以给我看一看你们的舌头吗 可以给我看一看你们的舌头吗 以恒可以给我看一看你的舌头吗 你的舌头 我们的以来家呢 以来家不定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呢 有味道 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尝味道 刚才我给你们讲嘛 有不一样的味道 在这个我们的舌头 对不对 所以味道的味 味道的味 味 接着呢 这个巧克力是什么味道的 巧克力呢 是酸 是甜甜的啊 这个巧克力呢 是甜甜的甜 甜甜的甜 甜 甜甜的甜啊 甜甜的甜啊 甜甜的啊 巧克力是甜甜的吗 是哦 以来家跑步间调了 所以呢 姐姐帮我回答 这个呢 巧克力呢 是甜甜的味道啊 以来家回来呢 以来家讲甜甜的甜 甜 接着呢 你看 这个东西做什么 他被咬了 一口这个Oren 对不对 被咬了 就很像呢 这个人呢 他很坏蛋哦 然后去剃那个狗 然后你知道呢 这个狗就很生气了 就咬他的脚 哎呦呀 这个狗呢 很生气 因为他剃他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狗狗呢 他就被这个狗狗呢 咬了一下 啊 这样子咬 咬到他的脚 很痛了 哎呦喂呀 哎呦哎呦哎呦 你看到吗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有三个啊 第一个呢 就是甜甜的 甜 那个味道啊 酸甜苦辣啊 酸甜苦辣咸的味道 五种味道 味道的味啊 接下来呢 这个chocolate 是什么味道的 chocolate跟糖果 是什么味道的 是甜甜的 对不对 是甜甜的甜 甜甜的甜 接着呢 你看这个orange上面 他被咬了一口 哎呦 不见了 就好像这个人呢 他很坏蛋了 去踢这个狗一样 这个狗就很生气 然后就咬他 结果呢 他就受伤了 哎呦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有一粒橙 这个橙的味道呢 非常的特别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橙的手上呢 拿着一个甜甜的巧克力 甜甜的巧克力 然后呢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口味的 甜甜的呢 它是橙色的味道的 它是橙的味道的巧克力 然后呢 我拿到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都会咬他一口 对不对 每次看到糖果 还是吃不到巧克力的时候 我们都会 很想跟他赶快放进嘴巴 对不对 所以呢 咬啊 这个字就是咬 接下来呢 就来到我们的字卡时间 在我们的字卡呢 我们会写到三个字 对不对 有三个字啊 在你们的字卡 第一个呢 就是味道的味 我们要用哪里尝味道呢 就是我们的舌头 用我们的舌头来尝味道啊 用我们的舌头啊 就是你们的 舌头啊 舌头啊 舌头呢 来尝味道的啊 接下来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甜甜的巧克力 甜甜的巧克力啊 还有甜甜的糖果 甜甜的糖果 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呢 就是咬 你看啊 我会大妈 踢到那只狗狗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只狗狗就很生气 就去咬他 咬 咬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有三个字啊 第一个呢 就是味道的味 味道的味 第二个呢 就是甜甜的甜 甜甜的甜 第三呢 就是咬 咬啊 他生气啊 但是狗狗很生气 所以他去咬他 咬 咬 接下来呢 就来到我们的活动时间 来 以来 以来家 你可以跟我讲 柠檬是什么味道的吗 柠檬 柠檬 柠檬是什么味道的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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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我们的以来家 它是酸的 对了 它是酸的 对了 它是酸的 甜甜的 要转星星啊 我们要转星星啊 哇 什么味道 甜甜的 甜甜的啊 这样子 最后一个是什么味道的 你跟以来家一起开那个 你跟以来家一起开麦跟我讲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这个红红的 酸 辣辣 一二三 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酸辣 辣 酸辣 酸辣 这个你们敢吃嘛 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 同文最喜欢吃的是吗 是以来家喜欢吃的吗 这个辣椒 是嘛 以来家喜欢吃辣椒嘛 以来家喜欢吃辣椒嘛 以来家喜欢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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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 你们还不敢吃辣椒 Esther敢吃辣椒吗 Esther Esther敢吃吗 不敢啦 原型啊 眼睛眼睛感知吗 眼睛在眼睛 这个呢就是这个啊 我们这里呢有三种味道啊 所以呢你们也在这里拿到星星啊 所以呢你们要帮一一转到星星了啊 你们很棒啊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看功课之前呢 我们要先去拿什么 我们要去拿我们的星星 对不对要拿星星啦 Ester你有看到 你有看到弟弟的星星吗 有看到弟弟的星星吗在这边 有看到吗 有吗有我就给星星呀 OK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依赖家 快你举手机高高我们要给星星呀 依赖家手机高高我们要拿星星呀 依赖家 姐姐姐姐你可以帮他踩星星吗 姐姐你看我的星星一直在转耶 姐姐 你可以帮弟弟举手机高高吗 帮他踩星星 哇我看到弟弟自己举了哇 所以呢我给依赖家两颗星星呀 接下来呢这个是依赖家 刚才你们已经帮依赖到星星了咧 你们很好 还有呢依赖妈咪也在帮忙 依赖家三颗 依赖家真的是很轻了 所以呢我要给依赖家两颗星星呀 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依赖 依赖 依赖快手机高高踩星星呀 依赖 依赖不要踩星星呀 依赖快我们要踩星星呀 我帮你要转转转要转进洞 要转进你的格子里面了 你要举手才会进去的耶 依赖快你帮我举手 快点不让星星不要进去 你看星星很顽皮在外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你可以帮我举手吗 ok 这样子我给你放进去啊 我帮你举手啊 我把你举手跟他踩进去啊 哎哟 我跟他放进去了 所以呢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功课了啊 现在来打开我们的功课 ok 等等的 있는데요 回来我们的功课了 你看到吗 这个马力亚是转转转转 它就Magic转转转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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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叮叮 小朋友要开始做功课了啊 所以打开你们的练习 然后打开第五 练习五啊 打开你们的练习五啊 打开都是吗 打开你们的练习五 第九月 打开要吗 今天我们的功课不多 今天我们的功课只有一点点而已啊 所以我们再打开我们的第五页 所以记得写上你们的姓名跟今天的日期 不然等下那个星星就不小心转转转转给别人了 记得要写上你们的名字 在这边我们有看到什么字 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味道的味 我们用什么来尝味道呢 用我们的舌头 刚才我讲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甜甜的味道 然后在它的旁边就是这个酸酸的 酸酸的 酸酸的后面就是什么 咸咸的对不对 在这里是咸咸的味道 在后面就很像药一样苦苦的 像药一样苦苦的 苦 在中间有一个小辣椒在这边 哇这个小辣椒很辣很辣的咧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尝味道的地方啊 味道的味 味道的味 接下去呢 在我们下面的这个字呢就是利 利气的利 利气的利啊 利气的利呢我们可以起来这里 还记得这个字啦 那时候呢老师是不是在这边呢 挂了一个绿巨人有没有绿巨人的手 啊他的手很有力的对不对 还比一个拳头对吗 他的手哦 很有力很有力的咧 这个是他的拳头啊 看到吗 他很有力很有力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绿巨人啊 看到吗 他很有力的 利气的利 利气的利啊 所以这里有味道的味 还有利气的利 利气的利 接下来呢 老师要麻烦你们呢帮我看下面这一下 你们等一下把我把上面的字呢 跟它连线起来啊 跟着它的曲线写完它 写完了过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B像 在我们的B像这边呢 有这个开心两个字对不对 所以等下你们把我把这个开心这两个字呢 跟它涂上颜色啊 跟它涂上颜色 这样子啊 跟它涂过去啊 开心啊 然后拿你们的color pencil这样子 跟它踩上颜色啊 因为老师这个color pencil哦 有一点点粗粗的 所以呢等下你们自己踩美美啊 接下来呢 你们帮我看哪里一个开心 小金开心啊 是小结 是小结对不对 所以呢你们就帮我把小结呢 跟它涂上颜色 帮我把这个小结啊 跟它涂上颜色啊 你们帮我把他涂美美的颜色啊 它的脸 然后呢 它的嘴巴 你们自己帮我涂上颜色啊 帮我把这个小结呢 跟它涂上颜色 接下来呢 就打开你们的后面那一页 打开下一页啊 你们看到吗 请在B图圈处三个不同处 请在B图啊 所以呢我们要去找B B图就在这一边啊 所以呢第一个不见的地方是什么 是我们的星星对不对 是我们的星星 它这里有E 这里有E 一二三对不对 在我们的A图这里有三个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圈一个 圈起来 接下来呢 还有哪里 在这个 在这个小丑的这个帽子这一边呢 它的这个一粒的东西不见了 对不对 它的球球 所以呢你们就把这个球球呢 跟它圈起来 接着呢 小丑的头发怎么样 不见了对不对 你们也帮我把小丑的头发呢 跟它圈起来 帮我把小丑的头发呢 跟它圈起来啊 接下来呢 就拿出你们的评测舞 拿出你们的评测舞啊 另外一份子啊 这一份练习呢 只要做两月罢了啊 做两月而已啊 今天 接下来呢 就打开你们的评测舞啊 要写上你们的姓名 跟今天的日期 姓名跟今天的日期啊 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课本 知道Oran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吃到Oran呢 是开心还是伤心 是开心还是伤心 它吃到Oran的时候 小杰吃到Oran的时候 是开心还是伤心 谁还记得 我们的以来教 你可以回答我吗 它是开心还是伤心的 吃到Oran的时候 小杰吃到Oran 它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伤心 对了 伤心 所以呢我们话去找伤心 这样子以亨 以亨 你可以回答我吗 吃到巧克力是开心还是伤心 对了 对了 是开心 所以呢我们话去找开心啊 接下来呢 下面这个糖果是甜甜的 这个是甜字啊 这个是甜甜的 来你一个是甜甜的 是糖果是甜甜还是辣椒是甜甜的 糖果 糖果 以来叫是糖果还是辣椒 以来叫是甜甜的 哪一个是甜甜的 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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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是我们的糖果 糖果是甜甜的啊 所以呢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导读啊 这个呢也是做一页而已啊 所以你们今天只要做三页的工作啊 就是评测五的 第九和第十页 还有评测的 评测的这个第五页啊 还有我们的课本呢 第十页要拍照给我啊 第十页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导读啊 拿出里面那个小小本的这个 导读 拿出那个故事书啊 那时候我们学了两个对不对 第一个呢就是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 才记得吗 我们第一个学的就是对牛弹琴 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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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第二个呢 我们学的是什么 门可罗雀 门可罗雀 对不对 对有那个门口的 有一个人住在门口的 很多是麻雀的 那个有吗 在里面的那个店 在里面的那个店 在里面的那个店里啊 在里面的那个店里啊 就是门可罗雀 就是指没有生意的人啊 他没有赚钱的 因为他的里面店里有人吗 他的店里是没有人的啊 他的店里是没有人的 所以呢很可怜对不对 他的店呢 守在门口呢 却没有人的嘞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打开我们的 打开我们的 打开我们的 这个新的第三个啊 丹圆山的导图啊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见有谁在里面 谁在画画 谁可以跟我讲谁在画画 怡恒谁在画画 谁 小杰 讲小杰 小杰在画画 是小杰吗 怡恒小杰画画 小杰在画画 在这里呢 是我们的小杰 小杰在画画啊 这样子 以赖家以赖家 不要跑街 以赖家回来 以赖家 以赖家回来啊 以赖家 以赖家 你可以跟我讲小杰画了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什么来的 小杰画了什么 老虎 老虎来的 是吗 讲老虎 老虎 老虎啊 是老虎吗 老虎 对哦 可是旁边后面站的是老虎嘛 是猫还是老虎 站在那边是猫还是老虎 是猫还是老虎 是猫 猫 猫 对了 是猫 对不对 所以 他照这个猫 他画这个老虎的样子 照猫画虎 照猫画虎呢 就是说呢 比喻上呢 在形式上哦 在模仿啊 没有独立创造的 他就是想一想哦 就是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的 他照着猫的样子哦 可是他画什么东西出来 他画老虎 对不对 他是不是很可爱 他明明是要画猫的 最后他画的是老虎 所以呢 比喻呢 这个外形呢 意思是讲这个猫和老虎呢 他们的外形呢 有相似之处 可是呢 他又模仿 又用模仿的方式哦 对不对 所以呢 非常的很好笑 有一点很好笑 对不对 明明他要画的是猫 又他画的是老虎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字这边呢 我们画一个相机在这边啊 我们每次拍照呢 我们都会用相机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你们在那边画一个照片 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画一个圆圆的在前面 画一个圆圆的在那边啊 然后上面呢 画一个这样子 把灯在上面 就很像在拍照 有没有 相机拍照的照 照 照 照啊 照 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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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的照 照啊 拍照的照 看 猫 照啊 千年 照啊 猫 照啊 猫 猫 猫 老虎是山中之王 对不对 赵猫画虎 很凶很凶的 老虎 赵猫画虎 比诗语 形式一样 可是画出来的东西却不一样 画好了吗 画好了 我们就看小丁跟小姐要跟我们讲什么了 你要听吗 你要听到吗 你要听baby shop吗 很酷啊 你要听baby shop吗 要吗 要吗 要还是不要 要我开baby shop 你不要打哈欠了 你很累啊 你昨天很晚很晚睡觉 不用听啊 下次我们早早睡觉 现在要我开baby shop给你们听 我叫我的baby shop出来了 baby shop where are you 有看到我的baby shop吗 有看到我的baby shop吗 有看到我的baby shop的图片出来了吗 有吗 有看到我的shop吗 有 有 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果酱啊 有的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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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拜拜 感謝老師